昨天下午,老太半蜘蛛爬得很快,被大伙装进了麻袋 晚上,男子拉着个麻里,跳得很高,也死得很惨 半夜,又有人跑进了加油站 小妹在楼上拼命地喊 危险,危险,但为时一晚 父亲眨眼对撞累,儿子被一把拽出车外 黑哥拿枪就走,但又怕误伤小孩 黑身跨下围栏,钻着枪就冲向对面 抓起小家伙,随似灭手提,但他临危不乱 屋内老板想要支援,米家乐却顶住了他脑子 你随着V.O. 不然,黑哥感觉不对,小孩哼着你快回来 然后一口将黑哥咬瘫到地面 小妹一声大吼,他愤怒地跳下V.O. 拿着手枪冲到南台面前,但造化弄人 没了子弹,他躲进车里 怪物们在外面疯狂呐喊 米家乐提着两把枪,直接冲向屋外 双枪打完换双拳,然后端着油管一把火烧锋对面 提着小妹跑回了房间,眼看两人浑身冒烟 圣母起身急水,再回头 小男孩持刀站在对面,然后回一刀就死 圣母负伤后退,顺手拿起端菜的口罕 男孩闷着脑袋使性弹,忽然手滑刀落 他手指套被自己搞不见 圣母趁机一脚,突然屋里被携了电源 周围一片黑暗,大伙打着手电 只见手硬跑到了天花 老板正在感叹,那小子忽然起来 现场一片昏暖,还好米家乐提起他就甩了 约瑟一投影,终于玩完 但圣母受惊,圣子想要提前 三个新手努力地升到一半 忽然紧抱歉,米家乐知道那是圣天使降临的闲战 而才乌外,电光划过的瞬间 这一幕多少让人毛骨走 老板也被吓得问还有多少子弹 还好,圣子终于被扯了出来 刹那天,被附身的众人哀嚎一遍 月黑风搞,天空时尽吹个耗水 天使即将降临地面 无内,被绑着的女人忽然抢过小孩 他想用圣子和外面的怪物做交换 乌外,圣光越来越近,直至冲进房间 大门被先飞 米家乐一枪正中女人眉心 约瑟一把抓住圣主 有惊无险,但白光显现 一男子缓缓露出身影 背声黑斥,鱼翼全部展开 气势直接拉满 居高临下看着约瑟 举锤砸向地面